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中国公笔人物画的赏息与创作 公笔人物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 在世界绘画史上独树一帜 研究学习中国公笔画艺术 可以从中学习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讨厌我们的艺术情操 提升我们的审美水平和审美能力 作为中国公笔画 在世界上享有圣誉 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像这个唐代的沾花式的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果果豐游春土 它们可以戴墙面 它们可以戴墙面 我会戴墙面 它们可以戴墙面 然后可以戴墙面 再写面 给我写面 才有写面 完成 这篇的题目 这篇的题目 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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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线造型的 用严谨的线 生动地把人物的动态 还有龙和缝的造型和动态 都表现得非常生动 我们刚才介绍的是 楚慕出土的两幅最早的公民人物画 从这两幅画里看出了 中国公民人物画的最初的造型 和它着色的表现 随后中国公民人物画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在思想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汉代的统治思想被瓦解 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 受到冲击 崇尝老庄 高谈旋理的风气 在士大夫中间流行 崇尚自然 对人物的鉴赏品评 也更注重风度 材实 气质 这些都给审美取向 和艺术的创新 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由于无休止的战争 给人们的生活 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使汉代从西域传入的佛教 有了滋生的土壤 在统治阶级的大理提倡下 佛教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 从而对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巨大 也促进了与西域之间文化艺术的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对于生命的价值 有着不同以往的深切体会和认识 这种生命无常 遭生莫死的状况 使得人们更加珍惜和重视 生命本身的价值 特别是现实生命的存在价值 因此一方面希望生命的存在得到肯定 另一方面还要求这种生活方式 能得到传著后世的价值 王羲之在《南庭戏》中说 后之是金 亦由金之是锡 这种典型的心态 导致了整个社会 对个体 人的财 情 性 貌的品贫风气 并成为一种时尚 如鸡谷骂朝的张衡 临行古琴的鸡康的魏晋风度 都成为一种社会的时尚 到南北朝时期 魏晋风度仍直根于 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中 如在南北朝牧史并化中 广泛出现的竹林七贤 和人物 神仙 飘逸 俊秀的专画 这促进了人物 贫草之风 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形成 导致它对社会文化生活 各个方面的巨大影响 从而出现了飘逸 悬远 和奇力繁华 这两方面的追求 在题材 手法 艺术形式上 都渐渐形成了相应的风格倾向 笔 形 体 骨 神 气 运势 这些原来广泛取之于 天地人物中的认识 都在这个时代中 成为工笔画研究的对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